如果我们其他还有什么,算最高分就是加一个max 然后后面的话就把那个串列的名称放在这个后面 然后这个mini也是一样 另外呢,基本上 如果最高分后面我们本来用加一个串列 然后再转型成sync 不过另外一个方法啦 因为讲一下你加一个豆点可以 豆点的话输出它在中间加一个空白 你就后面东西不用转型了 反正你将来就豆点豆点,你就不用转型 不然的话每一次都要加个sync 其实也颇麻烦的 OK,所以这边的话当然可以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想要把这个范例 比如说我们一直输入成绩嘛 可是如果假设这些成绩 将来是人家输入好 或者是说已经产生成绩 丢一个档案给你 那我们要如何开启 然后拿来使用 首先第一个 也许我们今天模拟一下 也许我们就是在src上方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new一个file 不是new一个module 我就在这边产生一个什么 成绩档 也许这个成绩档我们自己做 然后这个new newfile 里面的话给它一个英文成绩 eng好了 eng 复杂名给一下,点tst ok 假设说我在这个src根部底下产生一个存文字档 ok按finish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一个eng.tsd 这个时候请各位就把这个什么 成绩输入一下 反正就随便输入几个成绩了 中间的话请你加d点 当然你用其他符号也可以 只是说一般习惯都用d点把它分开 假设这么多个 你大概随便输入几个吧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把它存档一下 储存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成绩在这边 我就不是用像刚刚的方法 那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成绩直接输入到 刚刚的这个翻例里面 那也就是说呢 刚刚这个地方我们透过输入成绩 是从ins go 到这个画回圈 得到的 可是问题现在不是的话 那把它注解掉好了 那底下的话呢 就留什么 留这个 这个src等于 这个其实后面 那如何把档案读进来 所以接下来 第一个请各位 就是在根木木底下产生一个 这个成绩档 中间加d点 把它分开来 那当然呢 如果今天你是在什么 你是在那个ecell里面的话 假设ecell里面 我模拟一下 ecell 比如说我把这个贴上好了 那如果将来要把它分到后面去的话 会用什么方法最快 不用写程式吧 资料里面是什么 资料剖析嘛 资料剖析的话呢 它有问题是符号呢 还是宽度 这符号嘛 下一步 然后用什么呢 逗点嘛 对吧 然后他会在下一步 问题说 那你要把结果放哪里 一般我们是把它放在b1好了 就帮我把它往后放 finish 有没有 这个部分呢 就把它切开来 然后分别放在后面 实际上呢 在python里面也有一样的方法 那个方法名称叫SPRIT 不过其实资料剖析 英文版也叫SPRIT OK 就是切割啦 那VPA里面也有 VPA里面也有个函数 就是SPRIT 一样呢 切割回来的 就是切到一个所谓的 不过VPA里面叫阵列 在python里面叫串列 名称 反正其实大致上是差不多东西 差别说阵列 如果你全部都放数 你只能全部放数字 但是串列你可以 可以放数字 里面也可以放字串 你也可以放什么 有小数点的 每小数都可以 它其实形态可以 不用统一 但是阵列的话一定要统一 这个可能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把这个档案的东西 帮我读到SCOV里面去就好了 所以特别注意 我要怎么样把ENG东西读到里面来 所以特别注意 关键来了 如何在python里面读档 这件事情其实还蛮简单的 你程式里面大概只要两行就可以了 而且还蛮好记得 首先的话你要产生一个F物件 当然不一定叫F啦 我习惯是File吧 那就是F OK 等于什么呢 后面记得一个语法叫做Open Open的话就开档 关键之后的话呢 那你接下来给它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 就是请问一下你的档名叫什么 就ENG有没有 点TST 那因为呢 它是在相对路径底下 所以前面不用哪个磁叠机的哪个目录 有没有 就是相对 就旁边而已啦 OK 后面加个逗点 你要做什么 如果你要读档 就是加一个R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写档呢 对 就R跟W嘛 如果说还有另外一个常用的 就是说如果写是覆盖过去 就W 如果你写不是覆盖 是写 然后再写到下面继续往下写 不是覆盖模式 是一直往下写 就是A 就Append 跟刚刚一样 所以基本上 不就是读档 不就是写档 写档有两种 一种是覆盖 一种是一直把它放到下面去 什么时候会到A模式 比如说 你今天有很多个档案 你希望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什么 一直往下写 第一个档 在第二个档就写到下面 第三个档就写到下面 一直写 它就合并 所以档案合并的话 可以用A模式 我目前大概这样 这样 第一行就很好记吧 那第二行要写什么 第二行就是 那我要把什么 把东西读到哪里 读到Scope 后面怎么写 简单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用一个方法 就是前面的也许 我们就是加一个S好了 假设把它读进来 S等于什么呢 S等于我要把这个的成绩 读到S里面去 这个成绩 读到S里面 怎么读 特别是用 就是F物件 因为我open之后 会产生一个 这个F的档案物件 点 它里面有个方法 就是把那一行读进来 英文名称叫什么 读 read 那一行叫read line 小瓜糊 把那一行就read line 读到哪里呢 读到S里面去 当然我现在就先 把底下先注解掉一下 我先不要执行 那其实到这边的话 我是建议你先把它print一下 printS看一下 S执行你会发现是什么东西吗 诶 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东西就被读过来了 有没有 诶 可是问题来了 现在它读进来的是 一行字串 并没有分开 可是我现在需要什么 我希望它能够帮我把这一个字串 用资料口息 你剖完之后放到这个什么呢 score里面去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诶特别注意哦 一一样是score啦 二的话呢就是怎么样 帮我剖开 那剖开的话就是针对S这个字串 点后面加一个splitter 就是把那个字串做切割 那但是你要跟它讲几个讯息 你要用什么做分割 逗点嘛 诶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哦 sprint了之后的话 再把它print了 print了什么 把这个score呢 帮我再把它print了出来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哦 诶 有没有发现 它把这个字串 有没有 帮我切割了 那切割完之后 你会发现哦 它就把一个一个的字串 放到正列 不过特别之后 请各位要小心哦 小心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什么 字串 有没有 所以哦 如果你今天用sum去加总 会出错 因为它里面放的 诶 并不是一个整数 所以这要小心哦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蛮好记的 主要你会发现 关键的地方 就是先建一个档嘛 然后把它realize哦 特别注意哦 realize哦 那顺便讲一下哦 未来如果你要在 那个python里面读档的话 你想说老师 可是未来我的 我资料有很多行啊 我不是只有一行啊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realize 什么 realize 对 ok 很好记吧 ok 但是realize 它是一行一行的读 读到一个正列 去 一个串列里面去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你想说我要全部读就好 把资料不管了 反正里面呢 它有一堆资料 我就一堆资料全部读 就把我全部读回来的话 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 叫什么read就好 所以 档案读取 大概记这三个 就错的 错缺有余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其实 基本上 很好记 我觉得也不用特别背吧 open 后面给三个东西 给两个东西 档案位置 你要做什么 读还是写 还是副写 还是什么 写到后面去 那读的话有 如果读一行的话 就read line 那read lines read就ok了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部分 我们就其实可以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 这些东西了 所以这个可以delete掉 那当然呢 需要一个total 需要total 需要total ok 然后也是一样 分别把这些东西输出 包含什么呢 几个学生 然后 它的总分是多少 它的平均多少 然后最高锐利分 诶 其实理论上这样 好像看起来已经很接近了 不过会出个错 就刚刚讲的 sum 因为sum的话 里面只能是数字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直接执行的话 应该会挂掉 在这一行 有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想办法 把里面的东西 全部转成数字 再来加就ok 可是要怎么样 把里面所有的东西 本来是什么呢 自串 如何全部变成 什么 把他变成int 你想说 那是不是把外面加int 很抱怨 如果你把外面 那个是只适用在什么 单一变数 也是里面只有一个值的时候 但现在串列是里面一堆值 那你可能就要想到 你可能就需要什么 把里面的值跑个回圈 逐一逐一的取出来 逐一逐一的取出 再把它转型 再存回去就可以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重点 非常简单 就是如何把外部档案做开启 就可以了 其他方法我记得了 那再来后面会讲到一些可能 比如说我的档案并不在旁边 而在另外的路径怎么办 也很简单嘛 你又给他一个完整路径就好了 ok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编码方式 就是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是从Google或者 因为微软跟Google 他们的编码方式不一样 UTF8嘛 像如果Google的话 他档案过来 你可能要记得后面再跟他讲编码方式 要是用UTF8处理 不然读进来的东西会乱吗 大概是这些啦 其实就够用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如何把档案做读取 然后呢 帮我把它先放到Google里面去 再来想想看 把后面的几个学生 加总平均最高最低分做出来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读进来是自串 那我如果说 做刚刚一样的事情 你需要多加一个东西 把它全部转成 整数再存回去就好了 这样就简单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将来其实 其实我刚开始看到 Python这种独档的模式 后来我根本不想要写Java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写Java 刚刚开档你就 不只这么短 写一大堆 ok 你才有办法开一个档 那当然如果Python的话 基本上它已经感觉有点像 把那个程式语言变得很简单 就是几个动作而已 试一下哦 好 好 好